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面前掉眼泪的 没想到我今天只是跟她讲了一句话 她就哗啦哗啦地哭了 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家里的时候 讲到外婆 讲到她妈妈过世 我觉得这件事情会哭反而是情有可原的 没想到今天讲到这件事情 妈妈的泪线会突然就是这样断掉 然后一下就哭了 就是没看过她这样一下就哭了 原来我两岁时生病的妈妈那么辛苦 这件事情是永远妈妈说到的时候都是几句话带过的 但是听了姐姐的故事和姐姐的回忆 我觉得这是我对妈妈新的了解 然后也是回想起来很心疼的一件事情 我忘了其实原来我的低潮 我的人生的低潮 对她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不忘记 写给六岁的妮妮 爹九岁的小娜比 妈咪知道小娜比是一个最善良和贴心的宝贝 你永远都希望别人快乐 而可以不在乎自己 但妈咪希望小娜比能够学会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最爱自己 妈咪 原来妈妈也有娇羞的一面 为什么今天对妈妈的了解是 原来妈妈有娇羞的一面 就是我在跟妈妈玩游戏的时候 就发现妈妈回到了小的时候 就我们在做敲敲板 当鞦韆旋转木马的时候 我看到了她小女孩的一面 我觉得那是我作为一个女性 我特别向往的一个状态 我可以上去 这里踩着地 你先左脚上这里 是吧 对 你上 然后我飘起来的 你飘得起来吧 这么沉 好可以 就是感受当中的妈妈一直觉得她很强 但是我们可以不那么强 就是要弱一点 这句话我也跟我自己说 今年希望自己学会撒娇 从这次活动中 我真的知道了 女儿对我是有一些不满情绪的 比如说她特别想得到妈妈的肯定和鼓励 可是我在这方面觉得真的是太欠缺 我隔一个肯定我没太少 我对岳女士有着超乎我想象的爱 她也是如此 明明最爱对方 但也做着说着最伤害对方的事 她爱面子 但也努力理解我 她对我的爱 我无法想象 就是 这个无法想象 其实是超过我想象的非常非常多的 就是已经不能用万和亿来做单位了 可能要用照做这个单位 没想到她在十二三季那年 她就已经长大了 因为她从小就是那种 像没心没肺的那种孩子 什么都不会很在意 但是我没想到通过那个电话 在她十二三季那年 她就已经长大了 她就有自己的想法了 她就知道要有她的自尊心 实际上应该是小孩子小就有 但是现在也回不去了 要再回去 我最起码会细听你说这个问题 会跟你去讨论这个问题 我去好好听你的想法 我不去强加于你 可能我 我倒不会觉得她会 这个事情会伤害到她的自尊心 没有那个想法 但是实际上这个事情 就是伤害到她自尊心了 就是 我觉得她那个时候就已经长大了 但是我并没有发现 我就觉得我妈妈在这个爱的表达技巧上 超出了我对她的想象 就她就觉得她蛮会的 就寻寻善诱 步步为营 就是我觉得我妈是一个还蛮 蛮厉害的人 只要她想她 就一定有她的办法 交情... 哪有不用道的 那可以 可以握手吗 我握手 握手 挡手 握手 很高兴参译你 气质也挺好的 由一个拉手演变成了 一个大型的小磕头 找妈妈的奔线现场 我发现女儿 还有我忽略的 不快乐的小心事 我觉得今天 对上一次有增加 是的 因为 我妈不是在车上 跟大家唱唱歌吗 正提着水桶往外泼 泼大了我的皮鞋上 路上的行人笑 歌歌歌 我妈本身就是很爱唱歌的人 我觉得今天任何事情好像都在我的预料之内 就连我觉得她会哭也是我的预料之内 对吧 我觉得我今天很了解她 就是我为什么会哽咽 就是我知道她会崩溃 所以我也先崩溃了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还是挺了解她的 今天我对妈妈的了解有91分 今天扣分了 今天扣分了 今天的分数从90分减10分 所以变成 因为这个失误前我给自己扣了10分 我竟然 不知道她6岁的她会这么担心 会这么担心跟害怕 所以我给自己扣了10分 其实我觉得她就是太在乎别人 她太在乎每一个人的感受 我的音乐的专业是 比较被评审和老师认可的 然后在我三年级到四年级五年级 我每一次其中期末考都是第一名的时候 可能就有些同学会有一些不满 有些同学就会做出一些举动 会让我怀疑和难过吧 就当时其实是老师就说 我们每个人要带一张自己小时候的照片 贴在就是后面的那个黑板上 就做成一个类似像班级的一个 家庭术 然后后来我们去看才发现 就是有人拿那个图钉 去把我的那个相片 上面扎得全是一个一个动 比如眼睛啊鼻子啊脸啊身上 全是就是一个一个动眼 这件事情其实也埋在那个时候的 我的心里是很很很沉重的 只是当时别人问我的时候 我都会说啊 就没关系啊 或者是无所谓 所以我会觉得 她应该学习的是 就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不要勉强自己去 讨好别人 或者是 或者是 太在乎别人的喜怒 爱乐 可能 她 想要用这样子的方式 让我知道说 我让她不开心 我可能会假装不知道 这件事情 然后 去跟她做朋友 然后让她对我 改观 但是我 我不知道 你会觉得这样子做会想讨好别人吗 我应该先学会最在乎的是自己 让自己先 最快乐 昨天是95分 今天就96分吧 96分 96分就是 尤其跟妈妈的这种单独的相处越多 你就真的能看到她不同的面 因为平时可能 也因为自己这些年 可能因为身份的叠加也好干嘛 就是把人也瞎忙 好像没有那么多的精力 那么的留意 妈妈 所以原来 只有在某一些特定的场合 或者是时刻 你才能够发现 一个全面的 完整的妈妈 两个艺人坐在一起 祝你们幸福 你干脆说我们冲一项头好不好 不 不 美的意思 冲一项头也可以 大点胜 是不是 可以是吗 是吗 就是来点直接的 可以的 特别像头 对 一句话可以说 不好形容 听到她哭 我看了相册以后 结果我也哭得稀里哗啦 这是 其实她的哭 我有多少意思 我的哭 其实 有一种愧疚 愧疚 对 欠孩子太多 原来说以前 你看到的妈妈 还是有所偏颇 就是还是有点片面 今天又多了一分 96分 比昨天又多一分 我给女儿打92分 我给女儿打92分 通过这次活动 对女儿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还有得更深一步的了解 所以我给女儿打92分 因为今天感觉了解的更多一点 想疯狂对于女儿是好 85分 又多增加了三分了解 就是 而且这个是很重要的 而且这个是很重要的了解 一个是 刚才说到的就是她那个 没想到那个年纪就已经长大了 她就已经变化了 性格上就变化了 最重要一点就是 她还能 这么多年 她常在心里没说 她都在电话里跟我表达出来了 压在她心里这么多年 我觉得她还是 内心中还是脆弱的 她还是需要我去尊重她 和多了解她 多理解她的 她说那些话 我感觉到她的无助了 但是我觉得通过这通电话吧 通过这一天 我以后会更加地 多多地去跟她沟通 去走进她心里吧 多了解她内心 虽然她现在已经很大了 是吧 但是我觉得 毕竟她还是孩子 在妈妈跟前 她还是需要妈妈的 帮助和认可和尊重 对妈妈了解加分了 我还是觉得 挺出乎意料的 但是也有更了解吧 有更了解 就以为她是那种 就是听不怕听不怕 发现她其实也有所畏惧 上台也会紧张 毕竟以前老是唱合唱嘛 突然唱了独唱 还是一样子 她觉得自己没有发挥好 趁着热度 趁着热度 我唱一首猪九歌 是我们内蒙古的一个猪九歌 好 妈妈加油 然后也有更多的了解 包括 因为我其实跟妈妈们的朋友们 也没有特别多的相处 但现在看到了她真实的 跟自己新人生朋友的相处 就是跟她 自己以前表述的她是一样的 这个其实也是要加分 好 我今天打了八十八分 减掉两分 因为我发现我没有想象中 那么了解女儿 更多精彩内容 近在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上微博 参与是女儿是妈妈 话题讨论 和微博网友专家博主 共同探讨 原生无女代际关系 上微博搜索话题 是女儿是妈妈 解锁更多节目精彩幕后 和嘉宾动态热计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 微博首席合作媒体 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战略移动资讯平台 网易新闻 网易娱乐 网易谭新社 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 抖音 内容合作平台 小红书 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 快手 新闻客户端合作平台 澎湃新闻 特别合作 育儿网 妈妈网 美图秀秀 训飞输入法 拜拜直播 应客直播